我花了4個月的時間面試了50間企業 50間企業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要如何面試才會被入取 還有我們到底在面試過程中學到了什麼東西 一併分享給大家 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動機的部分 讓大家更知道我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是王健凱 我是一個影像製作人 那製作人其實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 其實我前期、中期、後期三大階段 我都需要去處理、執行、討論、溝通 全部都要去執行 其實就有點像是一個小小的影像製作公司啦 我想要觀察這整個市場跟製作方的關係 我們製作方到底有沒有製作 符合我們市場需要的服務或者是產品呢 或者是我們製作方其實我們根本高估了這個市場的需求 然後來製作一些根本沒有前途的東西呢 那我們就直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學到什麼東西吧 那第一個重點就是履歷要量化 履歷要量化就是要數字化 讓你看到數字 因為你如果說我拍攝好厲害 我拍的畫面很漂亮 我剪輯超快 之類的 這根本不知道你寫的公修什麼東西 那你如果把它量化 像是我把它寫出來後面的履歷 我就把它改成這樣 我拍了200多支商業的影片 我拍了1000多支自媒體的行銷影片 我製作過150萬的影像製作 還有我擁有10多年的拍攝製作經驗 那我把履歷量化之後看起來就專業非常多了 至少大家看到我的履歷會知道 我是有做過這些東西的 看起來是有憑有據 而不是我好棒 我好厲害 我好快 這樣子的很智障的形容詞 那也很感謝那個面試官給我這個超棒的建議 履歷填寫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要不斷的去更新 不斷的去調整 因為這決定了面試官對你的第一印象 是面試官根本還沒看到你的臉的第一印象 不管你後面做得再好 第一印象就是履歷啊 所以你履歷寫的 有一個重點 讓他們 緊記在心一個重點 真的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我上面就有寫 10多年的拍攝經驗 這個是每一個面試官 第一個問題 就是問這個東西 喔你今年這麼年輕 喔你怎麼有10多年的經驗 然後他我們就可以開始展開一系列的話題 履歷要怎麼改善跟調整呢 簡單來說就是 一目了然 讓它越簡單越好 所以你面試了幾個面試官之後 你就會知道喔他們問的問題大概是這些 那他們沒有問到的問題 你那些可能就不是重點 他們覺得不是重點東西 那你可以把它拿掉 去讓你的重點更凸顯出來 而不是就是一大堆 然後他們就是可能有看到這個 結果遺漏了重點 就得不償失啦 所以你就是簡單二要啦 精簡你的履歷 第二個 就是要講白色謊言 這不是在叫你說謊 它是叫你把東西講得非常委婉 把壞的東西 聽起來好像 哇 一個原廠的概念啦 白色謊言這還蠻重要的 像有一些公司就會問你說 有意願見這間公司的程度是幾%呢 那你如果回答說 喔我只有70% 我很誠實啊 我就是講70% 但我覺得這樣子就給他一個非常差的影響 就是喔 你只有70%喔 好吧 那我們再考慮一下 但是你要增加你面試進去的機會 就是 你沒有給你offer之前 你就是一個劣勢啦 那你就是要想辦法先拿到offer 你後面再談 所以我真的前面幾間公司太誠實了 我直接回答 我對這間公司的意願只有 六七十%吧 那這根本不用說了 這肯定不會入局 在求職平台上面的諮詢 你可以當作參考 但是你面試官告訴你的所有細節 你一定要仔細的把它記下來 當下你要零機應變 直接套話 套他剛剛說了什麼東西 如果他說 喔我們只需要一個 剪片的人 我們要企劃這樣子 但你如果講了一大堆 根本不相關 我會攝影啊 我會燈光 我會這裡去調整 我會去溝通 我會去幹嘛 那根本不是他要的東西 所以要套話技巧 不用用散彈槍亂射一通 你用狙擊槍 去打他的那個點就好 好好套他的話 他會開心很多 拿到offer機會也會高很多 第三個學道就是 我們的期望薪資的部分 那前面我真的是不知道 因為沒有面試經驗 很猜 然後我直接跟他們說 我的期望薪資是 三四五六萬 真的這樣跟他們說 所以他們直接就問號說 啊這個區間很大 你要不要 再看看你的期望薪資多少 那我就真的就是在亂報一通 所以你要先訂好你的期望薪資 期望薪資怎麼訂呢 你其實就看你的 求職平台到底怎麼寫 如果他是寫一個區間呢 理論上 都是以最低的那個為主 就是 沒有什麼可以談的機會啊 但是如果他寫面意的話 你盡量報告 那後面再說 我可以 這樣子 但是你如果下面有其他的考量 那你還是可以去考量 但是我一定是先報高 因為你如果報太低的話 我就有遇到就是 他們覺得 哇塞你怎麼報這麼低 太悟超所知吧 你是不是詐騙集團 還是怎麼樣 還是你其實做不了這麼多事情 所以你永遠就是報高 你如果報太低 還有遇到一個 就是他可能會說 你只報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 給你更多 有這種的真的是超好笑 或者是他直接跟你報一個年薪的概念 就想要跟你走長久路啊 報期望薪資之前 你一定要先知道這間公司 到底是怎麼賺錢的 他到底是 大撒幣亂花 然後就亂報這樣子嗎 還是他有一個規劃的 你要先知道這點 因為像是 我有面試很多公司 那他們大部分都想要走 短領因這個市場 抖位因啊 那他們 到底會不會賺錢 他們其實也不知道 所以你的薪水也不會到這麼高 因為他就是一個在 大撒幣 不知道在幹什麼的概念啊 你在聊一聊之後 你還是可以再繼續問他說 你像是 資金公司 目前想要什麼東西 你想要短期獲利嗎 還是你只是一個支線 想要順便投資的一個東西嗎 還是其實你想要看什麼 KPI 成長的指數 要幹嘛 營業額要怎麼樣 爆表之類的 還是你其實只是想要慢慢的 經營這個品牌 等等的這些 你可以問清楚 那對於你的薪資 期望薪資 報的方式 也會不太一樣 薪水的計算方式 我把它分成四大種 實薪 固定薪水 固定薪水責任制 跟case by case 這四大種 那 各有優缺點 看你喜歡哪一個 你就跟 面試官談 那你如果談一談 那你要講 期望薪資的時候 這四個 你報的也要不太一樣 就是 因為有優點 有缺點嘛 那你就要看哪一個 比較符合你 你就要跟面試官談 第四個 觀察員工 那觀察員工 你可以看他們的工作環境 他們開會討論的方式 還有重要就是你的面試官 那你的面試官呢 他 真的是 各種人都有 有人就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就是 這個廣告 這樣飛過去 然後 這個超棒 他自己講 自己很開心 然後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那也有很直白的就是 你的 影片拍得超爛 這種 非常直白的 也有人很僵硬的 就是我這裡很放鬆 我跟你在 面試 結果面試官 比我還又緊張了 他好像就是照著 SOP 然後就是照著表 這樣一個一個問下來 就真的 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那也有人就是真的是放得很開 就是 大家都很chill 然後大家都用像一個聊天的性質 然後我們就是很好奇 就開始 問說 這個怎麼樣 那個怎麼樣 就一個聊天的形式 我覺得是 對大家比較好 而且可以問得比較深入 然後在面試的時候 那個面試官 講的話 你不要百分之百相信 他講一大堆大話 說 哇塞 你超厲害 然後 哇塞 你明天就來上班 你明天來上班 我就給你這樣的薪水 然後結果呢 講一大堆大話 然後結果 實際上根本沒有這些東西 他們就在瞎掰 就真的是 講的話 不要百分之百相信 經過自己的大腦 或者是你把它記下來 他有講這句話 但是你不一定會百分之百實現這一個東西 就你還是要看你的offer 你的offer寫什麼 那才是白紙 黑字 寫的東西 在面試的過程 其實我們雙方 就是在互相面試 他面試我 看看我到底能力 符不符合他們需要的 那我也在面試他們這間公司 到底他們員工啊 或者是他們到底 是怎麼帶人處事的 像我們進去一間公司面試 就是 也不會跟什麼人接觸 但我們能看到就是 倒水 這個小小的 舉動 有人就是倒一杯水就 拿去啦 然後這樣子 有人會問你說你要冰水還是溫水呢 那有人會問你說你要喝茶還是喝水呢 這個感覺我覺得都不太一樣 那這個就是 面試官要注意一點喔 對你那間公司 沒有倒水了 嗯 沒有啦 這只是一個小小細節啦 那但是你還有一些公司比較浮誇的 不是倒水這麼簡單的 我進去準時面試 他給我延後了半個小時 他才跟我見面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還在那裡耍大牌 然後要來不來在那裡不知道在幹嘛 還給我爽約的 到底是在幹什麼 有時候面試是人資 那有的時候面試是你那一個的主管 那其實都不太一樣 但是你要先問清楚 他們的價值觀 就是我們價值觀有沒有相符啦 有人就是 我就是要賺錢 我管你的 你員工薪水低沒關係 我產品 那個成本就是壓到最低 我就是要賺錢 那有人就是品質優先 你如果做得不好 你就會被退貨 那你就要去調整啦 或者是說服他 或者是內部溝通討論 出一個最好 更好的方案 還有公司覺得我們進的公司 就是把時間賣給的公司 所以我們時間就可以由 公司任意支配 他想要叫我們做什麼 再荒謬事情都可以 像這種 價值觀落差非常大了 結果我們就只能 第五個學到的東西就是 公司都會有一些奇怪 不文明的一些文化 不知道 就是完全沒有邏輯的一些文化 像是他不看你的能力 不看你的學歷 他看的是什麼 他看的是你的年資 What 什麼鬼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18歲 馬上就去找一個親戚 然後去把你的 人 就直接 放到他們公司下面 你這樣子就會有年資了 你就會有一個 數字在跑 所以像我現在已經23歲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如果你還是18歲以下 那你就是 記得去登記一下 你的奇怪公司 就掛個名這樣子 你就會有年資 這真的是一個荒謬 自己的一個奇怪文化 還有一個奇怪文化 就是公司大部分都是 非常懶散 很慢 很慢回覆 或者是 已讀不回 這種 很荒謬 就到底是他要找員工 還是員工 自己想要去找這間公司呢 他自己放在求職平台上 然後又已讀不回 或者是在那裡敲時間 敲完 人就不見了 真的 還有那個敲耳還在那裡爽約 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 真的是 很奇怪的態度 第六個在面試學到的東西就是 我們丟履歷 在求職平台上 是不用錢的啊 我們就直接 狂丟啊 把它當做Tinder 就一直 一直丟 一直丟 一直滑 因為你要他 不一定他要你啊 所以你就只能 增加多一點機會 就一直丟嘛 反正是免費 Tinder還要錢 求職 不用錢 你直接全部丟 狂丟 丟到 後面出事情了 我就一直丟嘛 然後丟到後面那個求職平台 就把我封鎖了 他說我的履歷上面寫的 好像是我在增人 我好像是企業在增人 因為企業增人好像要給這個平台錢嘛 那如果你這樣子一直增人 他就沒賺錢 所以他以為我在增人啊 這真的很神奇 我看起來很像在增人嘛 我也不知道 反正 我們就打了一通電話 然後確定說 我們那個履歷 好像哪裡 誤會了 要改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改完之後 後面就沒事了 所以真的履歷頭不用錢啊 就一直狂丟就對了 第七個在面試中學到的東西就是 在簽offer 在簽合約之前 千萬不要幫這間公司做任何事情 因為你這樣子就是 免費勞工 你在簽offer之後 他還會給你一個 三個月的適用期 所以你在適用期之前沒有薪水 還在給你適用 所以你一個 免費的適用期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付錢的適用期 到底是要適用多久 這些企業到底在幹什麼 你在適用 什麼鬼東西 所以啦 千萬不要在簽offer之前 在那裡幫他 傻傻的做事 你根本就是免費勞工 接著我們來跟他分享一下 面試加分的技巧 要怎麼樣讓你看起來更專業 看起來更厲害 大家更想要聽你說話呢 第一個 如果你要給別人看一些文件啊 看圖文啊 PPT啊 最好是攜帶電腦 大於攜帶平板 大於攜帶手機 大於什麼都不帶 所以 帶電腦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現在電腦最大的優點就是穩定 那穩定就是你擺在那裡 螢幕開起來 他們想要看 你手也不會酸 電腦 你就放在那裡 跟他講 這裡這裡這裡 螢幕這麼大 直接 非常方便 大家看起來也比較厲害 而且你後面如果要記筆記的話 看起來也比較專業 我前面的面試我都攜帶平板 因為我覺得電腦很重有點麻煩 但是攜帶平板 你如果要給他看一個三分鐘的影片 你的手就這樣要一直撐著三分鐘給他看 而且這樣互動性我覺得也不好 而且後面做筆記的話 要嘛你有一支筆可以這樣子記筆記 不然你在這裡打 看起來有點智障 或者是在手機上打 又更智障了 就看起來你在滑手機一樣 看起來不太專業 第二個面試技巧就是 學會瞎掰 每一個面試官都在跟你瞎掰啦 沒有 一個是沒有在跟你瞎掰 全部都在瞎掰 只是瞎掰的多 跟瞎掰的少 你就要自己去拿捏 那別人如果一直瞎掰 那你也要一起跟著瞎掰 公司肯定就是 花一大塊餅 然後告訴你說 未來我們可能會這樣那樣 然後賺好幾億這樣子 就每一間公司都是這樣 希望前途明亮 然後賺超多錢 但是你也要自己吹牛一下自己 就是你 把現在的事實 放大 這樣雙方才會達成 一個 能量要 越接近越好 它吹越多 我也要吹越多 第三個面試技巧就是你 最後的環節 一定會有一個問問題時間 我們這邊面試都差不多囉 那你這邊還有什麼問題想要詢問的嗎 這個時候這個問題就非常重要 你要非常精確去詢問這個問題 要嘛是前面講的 不清楚 你想要知道更多 或者是你要問 就是問公司相關的問題 不要挖洞給自己跳 這樣子 我一問問回我自己 然後我自己回答不出什麼東西 它直接幫你扣分啦 不要自己挖洞給自己跳 第四個面試技巧就是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他講話 我們就做筆記 看起來會比較專業 比較認真 因為你如果一直盯著他眼睛看 就像這樣 然後 他開始不講話了 你也不講話了 那你就 雙方就這樣互看 非常尷尬 千萬不要這樣子 反正你就是記得 帶一支筆 然後你可以記錄 或者是電腦 在那裡打字 看起來都會比你 兩邊互看 還要好 第五個面試加分技巧就是 你可以約的話 直接約實體面試 不要約線上面試 你不要說 實體面試就在家裡打開手機這樣子 面試這樣子 雖然 時間成本 比較少 但是你整個 面試的效果差還蠻多的 因為我們線上面試啊 第一個 鏡頭根本 我們不會看著鏡頭說話 我們一定是看著螢幕說話 所以我們整個 那個表情啊 還有我們的肢體動作 其實都還蠻難看出來 對方到底在幹什麼的 然後呢 他如果在下面 幹嘛做其他的事 我其實也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雙方就是溝通有點延遲 然後又有點 然後可能對話還會互衝 衝到這樣子 很尷尬 也不是尷尬 反正就是效率 效果不太好 所以就是如果有辦法 去實體面試 直接面對面談 所有東西 依然無疑 這樣子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最後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這次的面試實驗中 到底獲得了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這樣子其實也花了還蠻多時間成本 4個月的時間 就這樣不見了 然後我們也花了超多車錢 在那裡 一天這樣子跑來跑去 第一個我有成長的就是 人與人溝通的技巧 就是你比較 看了這麼多人 你可以比較清楚知道他到底要什麼東西 他講了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們肢體動作怎麼樣 他可能已經開始看風景了 那表示你可能廢話講太多了 你要趕快結束這一段 或是你要調整一下你的 講的內容這樣子 第二個 就是我獲得了一個結論 就是你如果在面試的時候 盡可能的就是去丟各種不同的公司 那你面試就是 盡可能越多公司越好 因為你對一間公司說 OK 我接受你的offer 那你其實就是對上千上萬的公司說 No 簡單的說是這樣子 因為你就是進了那間公司 其他的就沒有辦法選擇了 第三個就是 免費的UI測試 Beta人員 那就是那個面試官啦 他就被我消費了 結果我給他我的網站 說 這是我的網站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喔 那我就親眼看著他這樣子滑 怎麼樣去瀏覽我的網頁 我要怎麼編排 才會 讓他覺得 這個是一個按鈕 而不是 就是這樣滑過去 或是我要怎樣編排 才可以讓我 設計出來 我想要給他看的 操作的 節奏啊 或是我想要 先讓他看什麼東西 再看什麼東西 這些都可以設計 那他們就這樣子 被我利用了 變成我的 Beta測試人員 真的是 還蠻爽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網站 我網站應該是 8、90% 完成了 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第四個就是我獲得了一個 自我介紹的PPT 那我覺得自我介紹的PPT 還不錯啦 就是 你完全的 有順序 有條理的 你可以介紹你自己 讓大家更深入 知道你是誰 而不是就是你直接憑空跟他別人 溝通說 我是誰 然後我做怎麼樣 我做很厲害這樣子 他們其實 講完前面 講完後面 前面就忘了 就 比較困難啦 那有圖文 這樣報告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我台風看起來也還蠻OK的 因為我這樣做YouTube 就是一直對著鏡頭講話 那其實看著PPT也類似啦 就是我可以看著PPT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把他講完了 輕輕鬆鬆 那我覺得 效果是還不錯啦 感謝有這個YouTube平台 讓我平常練習這樣 第五個我獲得了一些 詐騙推銷電話 而且是超級多詐騙推銷電話 就是我的手機整個就基本上是廢掉了啦 沒有辦法正常接電話 因為接過來 90%都是詐騙電話 或者是 什麼啊 這裡貸款 或者啊 汽車貸款 喔這邊要買房子 喔 就 因為我的資料 就已經放在求職網上面 那所有人 想要資料 都可以去求職網 拿到我的資料 所以我的資料就等於 哇塞外流 我的概念啦 所以我整個就是沒有辦法使用我的電話 所以建議如果大家要 丟 東西到求職網的話 你建議去辦一張預付卡還是幹嘛 如果你 原本的 門號想要保留的話 不然你全部都是詐騙電話 真的是很麻煩 面試完五十幾間公司之後 我們 可以來做個結論了吧 我們台灣根本就不存在缺工的這個問題 我們人口密度這麼高 全部都是人 怎麼可能會缺工 我們只缺一種人啦 那就是 廉價勞工 OK這就是目前現況 百分之九十的媒體 或者是 行銷 或者是 影像製作公司的現況啦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的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來吧 來吧